美国最高法院打算推翻 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堕胎权 民主党中期选举这是及时雨 减低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 拜登政府内部有不少的分歧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星期四 发表对中国政策的演讲 中会认为全面经济围堵是他演讲的基调 美国和日本要联手研发超过2奈米 更尖端的芯片技术 主要是降低对台湾的依赖 民主选举各个政党之间 无论如何竞争激烈 结果一定是要赢得选战 美国的中期选举 现在有一个可以帮助民主党 赢得中期选举的及时雨 那就是美国最高法院被泄露的一份文件 显示了美国的保守派法官达成共识 要推翻半个世纪前 已经让妇女有合法堕胎的权利 这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激烈的反应 那么美国民主党认为 这个做法是剥夺了妇女的权利 而美国民主党的总统拜登就说 中期选举选我们吧 我们会代表你的合法权益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在星期一报道 大法官阿利托针对密西西比州 一个有关堕胎法案的案件 撰写的98页多数意见草稿 已经在最高法院内部流产 据说最高法院9个法官当中 5名保守派大法官投票支持 3名自由派大法官正准备提出异议 暂时不清楚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投票意向 这个意见稿驳斥了1973年法院 对于罗素维德案的判决 有关裁决承认妇女的堕胎权 应该受到宪法保护 阿利托鞋说 罗素维德案从一开始 就是令人震惊的错误 他说堕胎问题应该交回 人民选出的代表来处理 各州自觉是否禁止堕胎 以及如何监管堕胎 也就是交由各州自行立法 那么这样的一个文件 泄露出来之后 引发了抗议示威滥潮 多数活动人士表示 美国最高法院的做法 令人失望不可接受 连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 在演讲当中就公开说 近20年前 他本人就曾经有过堕胎经验 说他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同场的美国国会民主党 众议员贾亚帕尔 在西雅图演讲的时候就警告 推翻女性的堕胎权力 只是最高法院的第一步 这个保守派占多数的权力机构 未来将会在避孕 还有同性婚姻等等的领域 采取更加保守的姿态 而有色人种等低收入群体 会因此付出大的代价 从目前的民意调查看起来 大概是有六成到七成的人 反对推翻原判 那么这样的一个判决 意见搞出来之后 可能会变相成为 民主党中期选票的催票机 也就是说如果最高法院 六月的最终裁决 真的像草案所示的那样的话 那么对民主党来说 真是个及时语 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二 就呼吁选民通过在11月的 其中选举支持民主党候选人 来保护堕胎权 民主党方面也有不同的意见 女党方面就是 集体抛轰这项裁决 比如说他们认为 这样的裁决是 剥夺了妇女的权利 对于这个法律文件的泄露 当然共和党也是很震怒的 像共和党的麦康奈尔就不知道 为什么文件会泄露呢 关于这个问题 这个美国法院大法官就说 这是一种背叛 但是裁决如果真的成的话 全美国有26周可能确定 会禁止堕胎 或很可能会禁止堕胎 所以这个事情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文会来分析的是 推翻堕胎权 美国最高法院炒历史 结果就是再一次分裂美国 炒历史 炒冷饭 往后看 而不是往前看 其实从特朗普上台之后 美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只不过这次呢 又是再次揭开以前的伤疤 本来就已经好了 你非得给他揭开 再用盐撒一下 所以每一个人 碰到这个时候呢 都把自己的那点权力 上纲上线 像刚才民主党说的 那共和党也说了 我们是为人类来进行选择 那既然上帝给了你这个种子 你就让它生下来 那这就没有办法来进行 融合和弥合了 所以从现在美国的情况来看 最高法院本身 它是一个稳定器 就是很多事情放到它这来 它是用一个很巧妙的裁决 把这个事情就稳定 但是呢你从刚才提出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泄露出来 那你可想而知 因为谁怕这个结果最终被做成了 5比4或者是6比3的投票率 那自然它就能够出来 那出来之后 引起一个社会的极大的反响之后 因为这个法官们啊 他都是根据社会的主流民意运动 运转的方向来做自己的裁决 但现在还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情况 就是法官他本来应该是最后一道防线 那个汹涌的波浪啊 过来之后他给它平下去 他现在主动把它给搅起来 甚至呢把以前的事也搅起来 我想这个就是美国 经历了两百多年之后了 它的制度已经出现某种程度的腐朽 如果说政客们不做改革的话 不做改良的话 这个制度呢会进入一个死胡同 就出现炒历史 炒冷饭 越炒 大家的路火越大 民主党的中期选举 现在为他们送来了 其实就是关于堕胎权利的这个问题 那么除了上街示威 各党的争夺意见的交锋之外 还有一个战场 那就是在推特 推特也可以表达意见 马斯克强调推特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 在这个方面究竟会如何做呢 互托又进一步撕裂美国 新报的评论这么说 推特意嘱了 左右美国中期选举的舆论战 那么今天谈到这个问题的焦点 是马斯克曾经指出 推特拥有巨大的潜力 希望将它释放出来 马斯克呼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比如说放宽内容限制 以及清理虚假账户 那么他说呢 言论自由是正常民主制度的基石 推特可以辩论对人类未来至关重要的事物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看到马斯克对于堕胎法案 他有些什么的看法 但是他主要是回应 关于买收购推特这个事情 传闻说 马斯克可能会有让更多的投资者 一起参与来收购推特 据说呢 他接触了富豪 还有大型的投资工资 希望寻求更多的资金 减少他个人资金的投入 因为收购资金高达了440亿美元 还挺多钱的 马斯克在推特上面发文就说 他会针对普通用户继续保持免费 但是政府和商业用户 可能需要付出轻微的成本 才能够使用服务 已经同意以440亿美元将推特自由化的马斯克 也告诉潜在投资者 说可以在短短几年之内将这家社交媒体公司重新上市 他计划在收购推特之后最短三年之内就为他们再次进行首次的公开募股 如果再次上市 马斯克当然又可以有很多的收入 美国中期选举有了热门议题 那么可以帮助民主党 但对于民主党来说 拜登政府现在很大的压力 一方面是来自于俄乌战争 另一方面是俄乌战争等等所引起的通胀压力 那么通胀问题对于很多的企业界来说 呼吁就是减少进口的中国产品关税 这是最直接最快的做法 但是美国政府现在一方面会检讨这样一个法律 另一方面对这个问题内部自己的分歧是很大的 因为从特朗普政府当时实施对中国征收进口产品关税以来 已经有四年了 那么针对这样的法律 美国规定四年之后就要开始去检讨 所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5月3号宣布 会开始重新评估对中国产品征收的追加关税 高到了3600亿美元 那么当中有2018年7月份和8月份分两次 对总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增收25%的追加关税 要开始重新评估 但是是不是要放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 即便是部分放宽也好 来降低消费者成本和通胀的压力 据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在白宫内部存在着分歧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曾经表示 在短期内降低通胀的努力 不应该以牺牲围绕中国贸易的长期政策目标为代价 知情人士说 政府内部这场争论的一个阵营是 财长耶伦 跟商务部长雷蒙多 赞成降低对中国产品进口的关税 甚至一部分都好 另一个阵营是贸易代表戴琪和其他一些人 他们认为应该继续把握一些筹码 来继续重做中国的经济行为 而企业方面的美国商会就呼吁减免关税 由这一款和触及40年来新高的通胀 并且解决经济呆滞 还有供应链受阻的问题 但是美国的纺织业界也要求保留部分关税 认为通胀主要是集中在食物和能源 衣服还有鞋子等等的货品关税 不应该取消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一直坚持要重做中国的经济行为 另一方面可能跟他比较类似的就是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四将会发表 对中国的政策的一种演讲 这是已经谈了很久了 那么这个国务院在星期二就正式宣布 布林肯在星期四发表的演讲主要是概述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 而来自于Politico的报道说 布林肯将会强调拜登政府现有的对华政策 是根据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制定的 并且会概述总体战略而不会讨论细节 布林肯的讲话之后 5月12到13号就会举行美国东盟首脑峰会 5月20到24号总统拜登会出访韩国和日本 美国的美洲国家峰会 6月份会在美国西部的洛杉矶举行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三号在一场五场会 向美国多国外长发表讲话 强调要加强区域国家的韧性 以应对全球供应链的紊乱 布林肯赛会中强调团结合作 美国是美洲国家去解决几乎所有民生问题的方法 应当避免陷入左和右自由和保守派的派系之争 转而去聚焦究竟是什么 使各国作为民主国家被团结在一起 向民众展示民主国家在很多事情上能够做得更好 那么在6月份的美洲国家峰会上 除了以上的这些内容之外 美国也会跟其他的国家 就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和相互尊重进行讨论 也会关注全球的地缘政治 经济新形势 和地缘政治的风险等等 所以5月份美国又是联大的轮任主席国 那么5月份美国有这么多的外交动作 我们该怎么注意 我回来分析一下 现在看来很大程度上 一方面是针对俄罗斯 但是美国觉得他有精力腾出手来 要针对中国 那么针对俄罗斯就是军事上去全面支持乌克兰那边 给他所有的武器 甚至把自己的库存武器都用光了 要兵工厂加班加点生产 但是针对中国这边 首先美国他在营造一种话语权 说要进一步惩罚俄罗斯的话 那么制裁中国是一个选项 你可以看到M1这个就变成一个他们的主流政策 然后推广到全世界其他地方去 特别是欧盟那边 当然就是说你做这个时候 还得提出另外一套框架 你跟着美国走有什么好处 那就意味着在印太战略底下 现在有说法要提出一个叫印太经济框架 跟着他们走就可以进入那个框架 要跟中国来进行脱钩 把中国踢出去 其他的发展 中国家就可以占了中国生产 往美国出口的那个分额 所以他其实他是一环扣了一环的 所以我们就要仔细看一看到底 布林肯他把外交和经济 结合到一块是一个什么打法 当然现在的问题就是 其他国家意识办法上不来 上不来之后美国通胀又很高 所以贸易谈判代表那边 戴琪其实受到压力很大 但是没有人公开说要降低中国的关税 所以他把这几个包装到一块之后 再去降低那个关税 那你看我对中国是非常强硬的 但是因为我们有更重要的战略考虑 美国的民生有影响了 所以先把那些关税给拿下来 但是这些关税是特朗普干的 跟我们没关系 谢谢奥金灰 下下来关注的是 印度总理莫迪到了欧洲 他要到了些什么 又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待会见 感谢观看 欢迎回到军事财经 俄乌战争已经将近十个星期 粮食供应危机迫在眉睫 各个国家现在正在布局抢粮食 华尔街日报这么说 俄乌战争已经威胁到全球小麦供应 冲击粮食市场 各国正纷纷布局以解粮荒 他们报道说 总部位在华盛顿的联合股物 这家股物出货公司 原本是隶属于日本贸易公司 三井物业的 他们今年三月份 接到一份新订单 一个埃及进口商 向他们进购了六万吨小麦 而这些小麦会从 华盛顿州的温哥华港专船 穿过巴纳玛运河 横渡大西洋 比从埃及的主要粮食供应国 乌克兰和俄罗斯进口药 远上数千里成本高得多 但是俄乌战争之后 这是很多国家这么这么做 从印度到爱尔兰 许多国家已经开始行动起来 补充黑海地区出口速度 可能导致的几千万吨粮食的供应缺口 而乌克兰在星期一宣布 正式关闭四个港口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出口农产品 乌克兰农业部说 马里乌波尔 别尔 江斯克 斯卡多福斯克的亚素海港口 还有黑海的赫尔松港口都关闭了 直到收复控制权 他们指责这是俄罗斯造成的粮食 无法出口会有更多的危机出现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小麦出口 占全球四分之一 全球超过35%的人口 都是以小麦为生的 分析说 短期内很难靠世界其他地区的增产 来填补俄罗斯跟乌克兰 两大农产品出口过的供应缺口 印度本来是全球第二道小麦出口国 但是最近受到热浪的袭击 也可能会加剧粮食的供应危机 印度总理莫迪最近到欧洲去访问 那么重点是大家希望 他对于在俄乌战争当中 俄罗斯的做法有所表态 他有表态了 但是他最主要跟欧洲方面谈的 就是绿色能源的合作 德国各方面也有一些承诺 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一 首先到访的是德国首都柏林 跟德国总理肖尔茨会面 舒尔茨承诺在2030年或之前 提供100亿欧元 帮助印度实现气候目标 两个人在俄乌战争问题上 立场少有分析 那么转到丹麦哥本哈根 访问的莫迪星期二 就呼吁俄乌立刻停火 并且进行和谈 丹麦的首相佛子雷泽里克森 跟丈夫滕贝里 那么在这个首都迎接莫迪的到访 根据丹麦媒体报道说 这是20年来第一次 由印度总理正式访问当地 面对丹麦首相发出的 希望印度对俄罗斯 发挥影响的呼吁 莫迪说希望俄乌双方立刻停火 对对话和外交来解决冲突 我们在这些中心居里 有一个信 month的经营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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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正经营 和社交通过程的经营 和国际公司风险 和法庇和国际公司 有一个信号的질回事 产生徒提供 我們現在做了一件事 我們現在也有各種相伴障礙 朋友們 在2020年 印第亞和英國的專業聖誕堡 我們在一起 莫迪這次訪問歐洲 除了談到俄羅斯問題 那麼根據俄羅斯RT電視台報導說 丹麥首相跟莫迪 討論了包括商鞭貿易 技術革新 還有重點的綠色能源議程 來關注一下上海的疫情 對汽車供應鏈造成的影響 那麼在最近一段時間 特斯拉在上海已經復工了 所以據說特斯拉已經特別寫信 感謝上海市政府 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 據說在5月1號寫信給上海市政府 寫給的是上海自貿區 林港芯片區有關部門 改述當局為幫助特斯拉復工所做的努力 特斯拉在信中感謝林港官員的支持 描述林港集團旗下一家公司 如何安排大巴 將6000多個特斯拉和供應商的工人 運到工廠內開展公司 進入閉環生產所需的消殺工作 信中又提到 特斯拉計劃進一步擴大上海工廠 使得日後年產能能夠增加45萬輛 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出口中心 特斯拉是在經歷22日的停工之後 在4月19號復工復產 那麼特斯拉要繼續在上海 林港這邊擴產 每一年的年產能增加45萬輛 其中包括了Model 3還有Model Y 蘋果現在也要製造電動汽車 但是他們不去跟一般的電動汽車去競爭 而主要是跟高端汽車 對標的就是Model S 特斯拉的Model S 但是生產地點究竟在什麼地方 我看了好多的報道都沒有說 不過據說他們是委託的是 富士康來代工 蘋果現在首先聘請的是福特資深高管 加大對電動汽車的開發力度 那麼這個高管名字叫做 Daisy Ukashvik 要參加汽車項目 還有外電報道說 Apple Car從此 傳聞是由鴻海 也就是富士康來代工 主供的是豪華電動汽車的市場 對標的是Model S 售標至少10萬美元 也就是相當於78萬港元左右 富士康所生產這個iPhone 很多這個重要的蘋果產品 所在地鄭州 從4號凌晨開始到10號 為期一個星期的封控措施 蘋果最大代工廠富士康說 他們在鄭州市的園區會繼續生產 生產計劃維持不變 富士康又說 維持封閉生產 營運不受影響 芯片 據很多國家很多科技未來 最重要所依賴的 現在日本跟美國要開始加大合作 要超過台積電現在有能力生產的2奈米 它們要超過2奈米 那麼這個部分據說已經是非常有可能的了 日經新聞這麼說 日本和美國兩國政府將會合作構建最尖端半導體供應鏈 雙方近期就會在電路線寬比2奈米更尖端的領域進行合作 還有以中國為設想建立防止技術外流的框架等方面達成了一致 報道說在中美對立的背景之下 半導體在經濟安全保障上越來越重要 出於半導體採購 依勞台灣企業等危機 日本跟美國會強化合作 台積電在開發和量產方面領先了2奈米產品 而美國的IBM在2021年這方面市值成功了 日本的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 據說也有相關的材料也都可以供應得上 所以這方面的合作希望減少對台灣的依賴 主要是台灣在半導體設計領域 瓜分了美國的優勢 他們也擔心的就是地緣政治帶來的風險 尤其是台積電本身在這方面的影響力 要減少地緣的風險 整體來說我們來關注的就是 請文匯一起來談的是 從特斯拉到蘋果封控措施 如何確保產業鏈的審暢 咱們從剛才的新聞談起 就是美國拜登政府 是秉承特朗普以前對華圍堵的 政策 現在其實是更加全面 但是在某些細節上可能會有所調整 比如說從中國進口的商品的一些關稅 但總的來說這個繩子是越來越緊 但是我們其實看到 在整個過去幾十年建立起來的 中美的產業掛鉤當中 合作當中 有的東西是別人不可替代的 現在有很多人談越南 最近那個電子產品出口特別厲害 像三星 它其實都已經搬到那邊去了 因為在中國這邊三星的主營廠基本都關 但是中國老百姓也知道 三星的東西不是很好用 但是你說不好用 有很多人願意用 那自然在越南生產 那麼韓國的大概是第四 第五大的貿易夥伴 就是越南 因為它出口零部件和中間產品 還有設備過去 那往全世界銷 這是另外一種慢慢脫離於中國的生產鏈 但是我們看 美國在全世界最頂級的這幾家公司 有兩家是涉及硬件的 其他都是軟件 可以和中國沒關係 可以不要中國市場 但是微軟也要 但是有的它就不想要 包括這個充當特朗普打手的 其中一款軟件公司 就切斷華為的軟件 不讓它用 所以造成華為在全世界賣得不好 但是呢 就是這兩家 一個是特斯拉 一個是蘋果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 如果說特斯拉沒有這個上海工廠 別說要再造一個100萬輛的 它單靠自己那個工廠 對 還有它後來這個柏林工廠 現在才投產的 它能不能做到今天這個市值 馬斯克能不能夠在資本市場上 收購推特 呼風喚雨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它也不成為商業奇才 甚至還要去搞新鏈 還要去干涉俄羅斯 為了它可能還用自己的 數字領域的權利 去挑戰美國現行的體制 所以剛才你也說大家很好奇 大家對馬斯克 到底怎麼看這個墮胎權 那麼蘋果那邊的情況是一樣的 假如它在其他地方去生產蘋果 它的效率有沒有那麼高 然後它的利潤率有沒有那麼高 但是蘋果現在它的野心 就不光是生產手機了 而是要生產汽車 大家也很好奇了 如果說蘋果生產汽車的話 在什麼地方生產 有誰的生產當然很重要 在什麼地方生產 才能夠把那麼多的零部件 兩萬個零部件組到一塊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說 考驗中國的生產鏈 即使在封控措施底下 我們還是用最快的速度 能夠給它重新搭上 其實大家都說越南現在怎麼怎麼樣 其實越南在去年大概有四個月 也是生產不出東西來 所以才造成了去年 從鞋內到服裝都是漲價的 一直漲到這個12月份 那現在這個通漲很高 所以降價的幅度現在也很少 所以我們看啊 看一個地方的產業鏈 它需要一個長期的周期的觀點來看 同時還要看這個地方 怎麼樣通過外資進來之後 引發本地的產業鏈來共同進步 同時本地的品牌也進步 謝謝文輝 我們關於美國的通脹問題 美聯儲在香港時間星期四凌晨 就會公布他們的議席結果 市場高度關注 我們也會關注 感謝收看 我們再會 我們會有限以後 aro抬頭 謝謝 我們會有限時 我會感覺你 打過 會 我們會不會再會 Mo紙 我們會有限時